你在幹嘛 不小心從鞍馬滑落 旁人看了心驚驚 根本不敢再輕易嘗試 這卻是鞍馬王子 每天不斷重複的日常 呼吸 呼吸 即便五年前的里約奧運 也是這樣摔下了奪牌機會 但李志凱絕不放棄 從哪裡跌倒 從哪裡站起來 憑著堅持 他又回到夢想的奧運殿堂 這次他穩穩地完成招牌動作 湯瑪士迴旋 完美落地 終於抱回鞍馬銀牌 他賽後也在臉書開心分享 拿著銀牌的照片 寫下順利完成 謝謝大家一路相伴 也兌現了他對自己的承諾 個人的鞍馬項目 當然是希望可以先順利進入決賽 然後當然決賽的話 希望可以站上頒獎談 可能就是要告訴小時候的自己 就是說謝謝你 不要沒有輕易地放棄 我才有現在這個機會這樣 照片中最左邊穿藍色衣服的就是李志凱 他的奧運奪牌路鋪陳了19年 當時在宜蘭加入公正國小體操隊 一週有三天都在練習 其他時間還會在菜市場幫媽媽叫賣生意 而這些努力不懈 點點滴滴都化作他體操路上的養分 如今從菜市場凱用招牌動作湯瑪士迴旋 在奧運上刮起旋風 正面銀牌的榮耀也帶領全世界 看見台灣體操 黃宇新聞蔡宇智黃韻竹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